欢迎您来了解威大麦德顺分校为员工提供的福利保险。 该信息适用于符合Wisconsin退休系统Wisconsin Retirement System WRS条件的新入职员工。 今天我们将介绍Wisconsin退休系统Wisconsin Retirement System WRS 医疗保险、附加保险,例如牙科和眼科保险、人寿保险和残障保险。 特此说明,本欢当篇是由校住宿部、University Housing、设施规划及管理部、Faciliti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和人力资源办公室、Office of Human Resources的福利专员与文化语言服务中心 Cultural Linguistic Services联合制作和讲解。 请注意,这里提供的数据都是2024年的数据,每年的保险费和覆盖范围可能都不一样。 再次欢迎您加入威大麦德顺分校并来了解福利保险信息。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让我们先来谈谈30天的截止日期。 对于大多数福利保险,您必须要在入职后的30天内申请,否则有不能登记的风险。 如果您按时申请,大多数福利保险都将在您入职后的那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当然有一些例外情况。 那么,您怎么算您登记的截止日期? 请在一张日历上找到您的入职日期,从那天开始数30天。 您必须要在第30天那天或之前申请福利。 例如,如果您的入职日期是4月1日,您就必须在5月1日那天或之前申请。 如果您没能在30天内登记,之后还可以登记吗? 对于人寿保险、残障保险、收入延续保险、Income Continuation Insurance,ICI,不,可能不行。 对于医疗、牙科、眼科、灵活消费、事故保险来说,您或许可以登记,在年度福利登记期内,或是如果发生了重大人生事件。 例如,失去类似保险、结婚、生育或收养后30天。 另外,对于意外死亡和伤残保险,403B和457B,可以,您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工作期间随时登记。 那么,什么是年度福利登记? Annual Benefits Enrollment, A, B, E。 如果没有发生重大人生事件或是工作变动,这将是您可以变更多数福利保险的唯一机会。 对于某些福利来说,您每年可能需要重新登记。 另外,A, B, E通常是在每年的9月和10月之间,您登记的福利将于4年1月1日生效。 重大人生事件和福利变更 您可以在发生了重大人生事件后的30天内参加或是变更某些福利。 例如,结婚、离婚、孩子出生或收养,住址变到了新的县、Counte,或是失去其他保险。 如果发生了重大人生事件,请与福利专员Benefit Specialist联系。 他们将帮助您办理相关手续。 我们要讲的第一种福利是退休计划。 我们提供三种退休计划。 威斯康辛退休系统是所有符合条件的员工必须参加的。 另外两个可选的计划是威大的403B和威斯康辛的457B。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登记参加这两个计划,并不是只能在新员工入职时才能参加。 威斯康辛推休系统Wisconsin Retirement System WRS是一项养老金或退休计划。 根据威斯康辛州的法律,符合条件的州政府雇员必须要供款。 供款将从您的工资中自动扣除税前。 在2024年,员工的供款额是您工资的6.9%。 另外,雇主也将为您匹配6.9%的供款。 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两种可选的附加退休计划。 威大的403B补充退休计划,Supplemental Retirement Program,SRP,和威斯康辛州的457B延迟补偿计划,Wisconsin Deferred Compensation。 对于这两种可选的退休计划,您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不参加,或是参加其中一个或是两个计划,而不仅仅是在新员工入职期间参加。 就像威斯康辛推休系统那样,这两个计划也都允许您直接从工资中转账进行供款。 两种计划您都可以选择税前或是税后供款。 它们都没有最低供款额的限制,但是都有最高供款额的限制。 另外,这两种计划都没有雇主匹配。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医疗保险。 我们将介绍州集体医疗保险,State Group Health Insurance, 牙科保险和医疗储蓄账户,Health Savings Account。 那我们先讲一下不参加医疗保险的奖励,Upt Out Incentive。 您可以放弃我校提供的医疗保险,比如说您有其他保险, 并且那个保险不在威斯康辛州集体医疗保险的范围内。 如果您按时登记申请了该奖励,并且获得批准,您每个月的工资中可获得166美元。 请注意,这是您应交税的收入,但是它不属于威斯康辛退休系统WRS的收入, 所以它不会影响到您的退休年金。 您必须要在每年的年度福利登记,Annual Benefits Enrollment ABE期间登记申请。 我的州集体医疗保险,State Group Health,SGH,何时开始生效? 对于教师、学术员工和任期有限员工来说, 您的保险将从1号入职当天或是4月的1号开始生效。 但是对于校员工,University Staff,您自己选择何时开始拥有保险? 下面让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了解您的选项。 选项A,您的保险将在1号入职当天或4月的1号生效。 例如,入职日期1月1号,保险开始日期1月1号。 如果您没有两个月的WRS州服务期,您首先要支付全额保费。 例如,入职日期1月1号,您的SGH开始日期,您需要全额支付保费。 1月1号。 WRS州服务期满两个日历月后,微大将作为雇主开始贡款日期。 3月1号。 选项B,WRS州服务期满两个月后的那个月的1号生效。 例如,入职日期1月1号,SGH开始日期,有雇主贡款3月1号。 或者,入职日期1月9号,SGH开始日期,有雇主贡款4月1号。 您在工作的前两个月就没有医疗保险。 也就是说,您的WRS州服务期满两个完整的日历月后的下个月雇主开始贡款时,您才开始拥有保险。 我们有四种医保计划供您选择。 第一,It's your choice,IYC Health Plan,蓝色。 它覆盖威斯康辛州,只能使用网络内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不覆盖网络外的医疗服务,仅限急诊或紧急服务,Urgent Care。 第二,Access Plan,黄色。 它是全国性网络,可使用网络内和网络外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网络外的医疗服务承保额度较低,也就是说您自费的部分较高。 第三,高扣除额医疗保险计划,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HDHP,红色。 您必须要开设医疗储蓄账户,Health Savings Account,HSA。 它覆盖威斯康辛州,只能使用网络内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不覆盖网络外医疗服务,仅限。 急诊或是紧急服务,Urgent Care。 第四,Access HDHP,绿色。 必须开设医疗储蓄账户,Health Savings Account,HSA。 它是全国性网络,可使用网络内和网络外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网络外的医疗服务承保额度较低,也就是说您资费的部分较高。 所有这些医疗保险计划都承保百分之百的预防性服务。 对于网络内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特定预防性服务,例如例行的年度体检,特定的疾病筛查和特定处方药,您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请访问healthcare.gov,然后搜索预防preventive,了解更多信息。 这个表里显示的是这四种州集体医疗,state group health计划的月保费,包括个人和家庭保险,包括或不包括统一牙壳保险,uniform dental的月保费。 如果您符合常规的雇主医疗保险供款条件,这些就是您自己要付的月保费。 但是如果您属于已价情况,则要付更高的保费。 新的校员工,university staff,非教师、学术人员或任期有限人员,并且在WRS州服务满两个月之前就开始参加医疗保险。 工作时间少于50%,包括教师、学术人员或任期有限人员。 拥有一份临时校员工,university staff,职位。 如果您还想知道,我从哪儿可以了解更多信息,各个计划的电话号码在哪里,或者我还有更多关于城堡范围的问题。 在这些网站上,您可以了解到更多信息,并且查看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否在您准备登记的医疗保险网络内。 请注意,在您选择了一个网络后,您在那一年内都将留在该网络内,除非是您发生了重大人生事件,或者是在每年的年度福利登记期间,您才可以更换您的网络。 在年度福利登记期间,登记的变更将在下一年的元旦生效。 您需要威斯康金州以外的保险吗? Access Plans提供全国范围的保险,所以员工在选择医疗服务提供者方面更具灵活性。 但是,每个月的月保费将高于蓝色和红色计划。 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全国范围网络,请咨询您所在部门的福利专员,或是人力资源办公室,OHR。 下面让我们来谈谈蓝色和黄色计划的一些细节。 门诊字符额,Copase,是您每次就诊时应致付的费用。 字符额不计入扣除额,Deductibles。 这个表列出了Each Your Choice IYC Health Plan和Access Plan的字符额,Copay。 符合条件的预防性门诊服务的字符额为0。 家庭医生门诊的字符额是15美元。 专科医生门诊的字符额是25美元。 另外,急诊时的字符额是75美元。 但是,如果您被收治住院,则免除字符额。 在这些计划中,在您达到当年的扣除额,Deductible之前,您需100%支付X光检查、实验室诊断和外科手术费用,在承保范围和网络内。 在您达到扣除额之后,保险将在当年剩余时间内支付这些服务的一部分费用。 蓝色和黄色计划的扣除额较低,但是保费较高。 It's Your Choice IYC也就是蓝色计划的年度扣除额是个人250美元,家庭500美元。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扣除额达到250美元,保险将开始为此人按供付比例Co-Insurance付一部分服务费用,即使全家尚未达到500美元的扣除额。 在整个家庭花费500美元后,保险将开始为全家的每个人按照供付比例Co-Insurance付一部分服务费用。 下面我们来讲讲供付比例Co-Insurance。 如果一个人达到了250美元的扣除额Deductible,那么在该日历年的剩余时间内,对于医疗服务,城堡范围内和网络内,如X光,实验室诊断和外科手术, 个人将支付10%,保险支付90%,对于耐用的医疗设备,如护腕和拐杖,个人支付20%,保险支付80%,此人将继续支付门诊的支付额Copays。 如果某人的医疗自付上限Out of Pocket Limit, OOPL,达到了1250美元,那么此人在该日历年的剩余时间内的门诊、医疗服务和耐用医疗设备,城堡范围内和网络内的费用为零,保险支付100%。 对于蓝色计划,您的年度医疗支付上限是个人1250美元,家庭2500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花销达到了1250美元,保险将开始为其支付100%的费用,即使是整个家庭的花销尚未达到2500美元。 当整个家庭花费2500美元后,保险开始为每个人支付100%的费用。 这张表格显示了不同级别处方药的自付额Copays或共付比例Coinurance。 您可以使用ServeU有购处方药服务,他们可以将您的处方药寄到您家里,并节省一级和二级药物的费用。 您还可以在Nevitas处方级中找到您使用的药物以及它所属的级别。 如果您达到了某一级别处方药的自付上限OOPL,那么在该日历年的剩余时间内,您将无需支付0%同一级别的其他网络内承保处方药的费用。 保险公司将支付100%的费用。 这张表格里显示了个人和家庭计划的不同处方药级别的自付上限OOPL。 这张幻灯片显示的是这两种计划的承保额度。 绿线上方显示了处方药的自付额Copay和供付比例Coinurance,这个和医疗费用是分开的。 绿线的下方显示的是您的门诊自付额Copay。 请记住Copay不计入Deductible扣除额,但是计入您的医疗自付上限OOPL。 您的扣除额Deductible。 在达到您的扣除额Deductible之后,保险将开始支付部分费用。 您的自付上限OOPL,如果您支付的自付额Copay和费用达到了自付上限OOPL,那么您的保险将百分之百支付该日历年剩余时间内的大部分承保费用。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高扣除额医疗保险计划,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HDHP和Access HDHP计划。 对于这两种计划来说,您的月保费较低,但是在达到年度扣除额Deductible之前,您将自付所有服务的费用。 也就是说,在达到扣除额Deductible之前,保险不会为您支付服务的费用,除非是预防性服务。 另外,这两种计划都包含一个医疗储蓄账户,Health Savings Account,HSA,用于您存钱支付医疗、牙科或眼科费用。 威大将为您的HSA供款,个人计划是每月62.5美元,家庭计划是每个月125美元。 您也可以为自己的HSA额外供款。 那么,HDHP计划的年度扣除额Deductible是多少? 首先,您需100%支付非预防性承保范围内、网络内的处方药、门诊、X光检查、诊断性实验和外科手术费用。 在您达到了扣除额Deductible之后,保险将开始支付您的一部分费用。 另外,您需支付门诊自付额、处方药自付额,并按供付比例付费,直到达到您的自付上限。 另外,HDHP计划的自付上限OOPL是多少? 如果您达到了HDHP计划的自付上限,那么在该日历年的剩余时间内,您无需为网络内承保的门诊、医疗服务、耐用医疗设备和处方药支付任何费用0%,保险将支付100%。 对于HDHP计划,您的年度自付上限OOPL为个人2500美元,家庭5000美元。 对于家庭保险,如果家庭中的任何一个人达到了5000美元,那么全家也就达到了自付上限OOPL。 请注意,如果您选择了高扣除格医疗保险HDHP计划,您还必须开设医疗储蓄账户,Health Savings Account,HSA。 如果您是在网上登记的HDHP,您的HSA将自动开设。 但是,如果您填写的是纸质的HDHP申请表,您就需要填写纸质的HSA申请表。 您还必须通过用户身份验证程序,CIP。 Optum可能会给您发送电子邮件,要求您提供开户所需的信息和文件。 您必须在90天内回复。 请知道,威大无法帮助您完成这一程序。 这里是有关HDHP的一些重要提示。 1. 国税局IRS为高扣除额医疗保险计划提供指导方针。 2. 您必须在每年报税时提供有关这些计划的信息。 3. 您必须保留相关文件,包括收据、承保说明、账单。 4. 您必须开设医疗储蓄账户、Health Savings Account并获得批准。 这里显示的是这两种计划的承保情况。 在这些计划中,处方药、门诊、医疗服务和医疗设备都放在了一起。 在您达到年度扣除额之前,您需支付所有这些项目的100%的费用。 在达到扣除额之后,您将开始支付处方药的自付额,按供付比例为处方药付费,另外还要付门诊的自付额,以及按供付比例为其他城堡的医疗服务付费。 之后,如果您达到了医疗的自付上限,个人计划是2500美元,家庭计划是5000美元,那么在整个日历年的剩余时间内,您的保险将为您支付100%的处方药和医疗费用,当然需要在城堡范围内。 HTHP计划还带有一个税前的医疗储蓄账户,HSA,您可以在该账户里面存钱用于医疗费用。 威大会为您的医疗储蓄账户购款,个人计划是每个月62.5美元,家庭计划是每个月125美元。 这四个医保计划都有含牙科的可选项,其费用稍高于不含牙科的医保计划。 如果你选择含牙科,个人保险每月多付3美元,家庭保险每月多付10美元。 这个牙科保险是Delta Dental提供的统一牙科Uniform Dental。 它涵盖常规的清洁、X光和补牙,每人每年最多1000美元。 它不包括重大服务或是修复治疗,如根管治疗、牙罐、牙桥、假牙或是直牙。 除非您是在开放登记期间进行取消,否则您每年都会自动继续加入该计划。 如果您没有符合条件的重大人生事件,您不能在其他时间取消该计划。 统一牙科Uniform Dental会与您的医疗保险相匹配。 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带有牙科保险的家庭医疗保险,您的牙科保险也就是家庭的。 下面我们来谈谈由Delta Dental提供的附加牙科保险。 这个保险分四个级别,包括个人、个人及配偶、个人及子女或是全家。 这个表里面的第一列是预防性的保险计划,Preventative Plan。 如果您选择的是韩Uniform Dental统一牙科的医疗保险计划,这就是和统一牙科保险一样的预防性保险。 如果您不想要医疗保险,只想参加基本的牙科保险,您就可以选择该保险。 另外,Select和Select Plus计划是附加性计划。 假如您的配偶需要做根管治疗,您只需要把它加在您的保险里。 您可以作为新员工参保,也可以在公开登记期参保或是取消保险。 例如,如果您计划明年做牙科手术,您可以选择参加明年的保险。 然后在接受完服务后,在下一年的开放登记期内退出保险。 这个表里显示了三种计划的扣除额,Deductible,最高赔付额和承保服务。 例如,Select Plan承保直牙和口腔手术费用的50%,每人承保上限是1000美元。 但是Select Plus Plan承保直牙费用的60%和口腔手术费用的80%,每人承保上限是2500美元。 我们还有Delta Vision提供的眼科保险。 这里是眼科保险的月保费。 和牙科保险一样,您可以选择参保人。 例如,如果您和您的配偶要配隐形眼镜或是眼镜,您可以选择只为你们两个人,而不是全家投保。 您可以作为新员工参保,也可以在开放登记期参保或是取消保险。 例如,如果您知道明年有眼科方面的费用,您可以登记参加明年的保险。 然后在接受完服务后,在夏年的开放登记期内退出保险。 这个表显示了Delta Vision眼科保险的承保情况。 我校为员工提供的另一项福利是灵活消费账户,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s。 我校员工有几种灵活消费账户可选,它们都是由Optum Financial管理。 如果您选择了传统的医疗保险计划,您就可以开设医疗灵活消费账户。 您可以存钱到这个账户里,用于符合条件的牙科、医疗和眼科费用。 另外,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如果您选择了高扣处额医疗保险计划,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您就必须开设医疗储蓄账户,HSA。 除了HSA,您还可以选择开设专用灵活消费账户并存钱,用于医疗、眼科和牙科费用。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用于看护家属的灵活消费账户。 您可以将工资里的一部分钱直接转到您的FSA账户里, 然后根据您选择的FSA种类,用于支付某些医疗、牙科或是家属看护费用。 这些账户的好处是,您不用为您存入的钱交税。 例如,如果您平常为200美元交25%的税,那么您的工资单上的净收入就只有150美元。 但是,如果您把这200美元存入到您的FSA里,这笔钱就不用交税,所以您就可以将整个200美元用于支付符合条件的费用。 如果您预计自己之后需要一笔开支,您可以考虑这项福利。 这张表里显示了每种FSA符合条件的开支和家属,以及最低和最高供款额和余额是否可以延续到下一年。 对于家属看护FSA,如果您是单身或已婚并联合报税,每个家庭每年的最高供款额是5000美元。 但是,如果您已婚并分开报税,双方各自的最高供款额是2500美元。 请注意,对于医疗和专用FSA,只有最多610美元可以转入到下一年。 这意味着,如果您今年投入了1000美元,但是没有花完,您最多只能将610美元转到下一年。 因此,请您在选择FSA金额时一定要小心。 另外,请注意,家属看护的FSA余额不能延续。 也就是说,您必须在同一年内花完所有的钱,否则没用完的钱就会损失。 另外,请注意,对于FSA来说,如果您不能证明您的花销,您将被拒绝。 如果Optum要求,您就必须提供资料证明您或是您的家人的花销符合条件。 如果您不能按时提供资料,Optum将拒绝您的索赔申请。 如果您使用借记卡支付了某笔费用,但是后来被拒,您必须直接将钱还给FSA。 如果您不直接向Optum还钱,这笔钱将从您的工资中扣除。 如果您选择开设灵活消费账户,最后我们提醒您两点。 一,美国国税局IRS制定了灵活消费账户的指导方针。 二,您必须保留所有相关的资料,包括收据、保险的承保说明、账单。 您要定期查看电子邮件或是Optum的APP,知道它们要求提供哪些信息,然后按时提交。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收入延续保险,Income Continuation Insurance, ICI。 这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残障保险。 ICI是一种可选的收入替代计划。 如果您长期不能工作,它可以替代您的一部分工资。 如果您符合计划的要求,因残障、生病或受伤而无法工作,该计划最高可支付您平均月薪的75%。 短期残障是指您在12个月以下无法履行工作职责。 而长期残障是指您无法从事任何能做的实质性有偿活动。 Substantially gainful activity。 在您符合以下情况之后,ICI才可以启动。 经过了等待期,elimination period,残障一段时间之后,并且用完了所有病假时间。 对于校员工,university step来说,您必须等30天,或使用完所有病假,最多130天,以时间较长者为准。 对于微大教师和学术员工,您必须在您自己选择的等待期,elimination period,30天,90天,125天,或使用完所有病假,最多130天,以时间较长者为准。 您所在的部门和人类资源办公室将帮助您完成整个流程。 您有三种选择可以参加收入延续保险,ICI。 1. 现在以新员工的身份参保,在入职30天之内。 2. 如果你没有以新员工的身份投保,你以后可能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说是您积攒了一定时间的病假,所以有资格参保。 3. 您可以随时提交可保性证明Evidence of Instrability,或叫EOI。 当然,您不一定能获准加入,也就是说您可能会被拒。 您可以在以后随时询问有关ICI的问题。 请注意,您将不能在年度福利登记期,或是发生了符合条件的重大人生事件后参加ICI。 下面我们讲一下人寿保险,Life Insurance。 我是要提供两种人寿保险计划,州集体人寿保险和个人和家庭人寿保险。 您可以选择不参加人寿保险,也可以选择参加其中一种或是两种人寿保险。 您也可以同时选择您的承保额度,也就是说,如果您去世,人寿保险将向您的受益人支付的金额。 当然,您的保费将取决于您的承保额度、您的年龄和收入。 现在是您可以参加人寿保险的少数机会之一。 其他机会包括,一,如果您经历了重大人生事件,如结婚,您可以申请一份州集体人寿保险,State Group Life Insurance。 二,如果您提交可保性证明,Evidence of Insurability,当然,您不一定能获准加入,也就是说,您可能会被拒。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意外死亡和伤残保险,Accidental Death and Dismemberment,以及事故保险,Accident Insurance。 有关这两种保险,您可以选择一种都不参加,或者参加其中一种,或是两种都参加,您还可以为您的配偶和或子女投保。 威大和Zoic合作的意外死亡和伤残保险,AD&D,可以在您因事故死亡或遭受永久性损伤,如瘫痪或肢体缺失后,为您提供赔付。 您可以随时加入该计划。 如果您因符合条件的事故受伤或死亡,Wisconsin州与Securian合作的事故保险将为您支付现金,您可以在入职30天内,或是在年度福利登记期间,登记参加该计划。 对于这两种保险来说,如果发生了事故,您必须自己向保险公司索赔。 下面让我们来讲一下意外死亡和伤残保险的一些细节。 这张图表显示了如果您发生了意外,导致以下损失时保险的承保情况,包括您失去生命,失去一个或多个肢体,失去某些肢体的功能,或是失去视力、说话的能力或听力。 另外,该表还列出了这个保险的一些额外的承保范围。 这里的第一张表格显示了针对您选择的承保金额,您要交的月保费。 您可以看到员工个人的月保费最低每个月65美分,对应的是25,000美元的保险金。 最高是13美元,对应的是50万美元的保险金。 而员工家庭的月保费最低每个月是1美元,对应的是25,000美元的保险金。 最高20美元,对应的是50万美元的保险金。 第二张表格显示了您的参保家属可获得的承保金额,占您的承保金额的百分比。 下面是事故保险的细节。 如果您发生事故并且提出索赔,该计划将向您支付现金。 它保险的范围包括脑震荡、脱臼、撕裂伤、骨折、X光检查、急救、住院治疗、手术、后续护理、支持护理、意外死亡和伤残。 最高是10万美元。 这张表显示了事故保险不同级别的月保费。 请注意,如果您的家庭成员也受雇于威大或是威斯康辛州政府, 那么每位符合条件的雇员只能作为雇员或是家属投保,不能同时作为雇员和家属投保。 如果您经历了结婚、领养、失去保险、离婚等重大人生事件, 请在30天内与您所在部门的人力资源工作人员联系,从而来变更您的福利计划。 有关我校为员工提供的福利保险,我们就讲完了。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是想法,请联系您所在部门的人力资源办公室, 或是发送电子邮件至benefitsatohr.wisc.edu。 如果您需要中文笔译或是口译服务, 欢迎联系文化语言服务中心,电话608-890-2628。 谢谢,再见。